MF的年会在本周正式的召开 我们一开始我今天是财经周报 就要为大家来介绍 IMF这场在东京召开的年会 这场年会IMF非常无情 但也很冷静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我把他的用词明明确确地 一个字一个字为大家念出 省得有任何的出入 国际货币基金会本周下函 今年两年全球扩张的预期 并表示经济成长趋缓速度加剧的风险 高得惊人 他的话你觉得有些是负面成长趋缓 意思就是说整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 有些媒体翻译是直接这么翻着 说整个IMF警告世界经济恐怕陷入极其严重的大衰退 IMF基本上大幅的下调了今年跟明年的经济预期 并且警示亚洲经济增速也会下降的风险 那基本上很大的一项原因 他认为未来全亚洲经济最大的两项变数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经济到底会放缓到什么状况 第二个就是欧债危机会严重到什么样的情况 而全球的失业人口根据这一次的IMF年会里头 国际劳工组织也做出了宣布 国际劳工组织说全球现在有两亿人失业 其中有40%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 而这两亿人里头有将近7000万人 是因为这次金融海啸而失业的 这7000万人里头有3000人现在领失业就基金 有4000万人根本已经放弃寻求就业的一个机会 为期一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全体会议 除了大陆因为岛屿争议 各国代表团都派出主要财经金融官员前往东京与会 对全球经济来说 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是最大风险 本周发布的关键报告中 IMF点名欧债危机迟迟不解决 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二次衰退风险 更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最主要威胁 IMF总裁拉加德 针对欧债问题的坦率见解 不意外地引发正反争议 他认为各国应该坚持检视政策 但不应当盲目追求民意上的目标 财政上有喘息空间的国家 应该避免额外准节措施 财政紧张的国家也应该在适当领域紧缩 德国财长肖伯乐则立刻批评 退翻已做出的检视承诺 只会削弱信誉 全球经济的确是在往下走 IMF发布最新报告 再次下调全球经济成长预期 今明两年成长率分别是3.3%和3.6% 较4月份报告个别下调0.3%和0.5% 同时未来全球经济只会小幅好转 先进经济体出现衰退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出现低增长的几率高得吓人 我认为你能够称这种感觉 原則の最大の原因はイタリアやスペインなど ヨーロッパ南部の国々の景気の落ち込み 信用不安で調子の悪化が長引くと 中国やインドなどの新興国への影響も深刻に この結果修正された成長率の見通しは ユーロ圏が0.4%のマイナス 中国は7.8% 日本とアメリカは2.2%となりました IMF指出 亚洲经济成长预期会非常缓慢 不过应该仍旧是全球经济成长火车头 明年成长率将较全球平均高出2个百分点 拉加者认为 目前全球首要任务就是要超越危机 先进经济体要因应庞大的公共债务 前提就是要恢复经济成长 为数以上一季的失业者创造工作机会 如果没有成长 未来全球经济前景堪虑